今天要是 大家好 我是豆豆 我現在來到新莊的JC Park這裡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一起來這邊吃一家 我期待很久的壽喜燒 我们之前吃了港式料理制度餐 还有其他的火锅吃到饱 尤其现在已经快要接近秋天了 我觉得这个季节是最适合吃这种 肉肉 给各位看一下 上次我们去吃两餐的时候 有人问我说 我怎么会讲肉肉 你们有这里 肉肉吃到饱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开箱这家壽喜燒吧 GO 我先去开箱这家壽喜燒 噢好 謝謝你 我們故地有兩種 農味跟辣味 因為疫情關係 沒辦法到旁邊的飲料補充幫你繼續使用 謝謝你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家新生豬的和牛 這就是你拉的醬汁喔 好的 這個喔 底下菜的部分喔 我看這菜單上點菜喔 噢好 我覺得對 我要金針菇洋蔥 好 各位 現在所有的菜都已經上來了 它這邊只要一入場啊 它會先上它這邊所有的基本盤 然後之後想要再吃的話 再加點就可以了 還有它現場也有提供一些蔬菜車啦 那我們先來喝喝看這個湯的味道 嗯 這個湯絕對不是讓你直接拿來喝的啊 超鹹的 它這種雞肉啊 它就是要讓我們先丟著下去煮啊 這個時候我們剛剛點的蔬菜啊 一起倒下去 給它吹下去 這種小小的鍋子啊 不知道到底能煮多少的肉 感覺這真的是要一盤一盤的來 算起來 我覺得它這個鍋子是真的有那麼一點淺啦 今天我一個人來吃我覺得是OK的 可是如果是多人來吃的話 這個鍋子 你要怎麼同時餵飽那麼多人啊 算是肉質蠻軟嫩的 等一下我們來加這個生雞蛋的話 應該會很有戲喔 這鍋子我直接覺得不行啊 它比較沒有那麼多油脂啊 但是它也不會到太柴啦 好吧加的蛋汁也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期待已久的牛肉 終於要開始了 每一 Beast 放棄海裡 然後再加些糯米 放棄海裡 還在的時候 放棄海裡 但是它肉質的話我覺得感覺更有一點 就會很好吃了 那像這種低子牛部分就算到五分熟而已 讓它還是有點紅紅的這樣 各位啊 它這個肉算五分熟的話我覺得 它就沒有那種乾彩的感覺 尤其它切的這個厚薄適中 你會咬起來非常的軟嫩 還不錯呢 那這讓我開始會期待它後面的這些牛肉 真的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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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薄片算成五分熟的口感 好軟嫩喔 它這種軟嫩中又帶有它自己的那種香味 真的很棒耶 謝謝你 謝謝 各位啊 我剛剛也跟他加點了雞蛋 還有一碗蔥花 我覺得瘦其瘦 就是要這樣吃了 也可以謝謝 幫我一下 謝謝 謝謝 akan 謝謝 我們下次再說 按 到 好啦,我們也是這樣戴著紅紅的把它吃下去喔 我好久沒有吃到這麼好吃的肉片了 天啊 這個壽喜燒的湯底啊 它加上這個蛋汁還有五味粉蔥花的調味 整體吃起來的感受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享受的過程啊 它這個什麼蔬菜的東西我們先拿起來好了 不然真的是越煮越乾啊 我們把蔬菜夾掉一半之後湯就快見底了 來吃到這邊 來看一下這個和牛到底是如何的啊 感覺它是把牛肉打碎之後再重煮成這種骰子牛 我覺得它這樣做這個肉很聰明啊 如果它今天是用那種澳洲和牛的話 它的口感既... 好肉還要來加嗎? 欸,好啊 哎呀,什麼肉? 請給我十盤牛五花 十盤的雙醬牛 好 謝謝你 奇怪了 明明它這個肉片的油脂這麼豐富 可是為什麼吃起來有一點... 沒有那麼軟嫩的感覺 沒關係,我們再沾滿蛋汁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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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謝謝你 好了各位,這個蛋汁它非常的... 對這個肉沒有幫助啊 沒關係啊,我剛剛又加點了我覺得好吃的肉片 好吃的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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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根本還沒吃 就直接點了十份不喜歡的肉 我剛剛跟他點了牛五花 還有點了... 我剛剛跟他點了牛五花還有雙醬牛啦 反正有之前的教訓 我們現在就要一盤一盤的算了 很嫩的 黃嫩的 哇!這味道 这种薄薄的肉片啊 它吃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刚好 不然我之前吃一些吃到的老店 然后肉片太厚啊 如果你涮得太深 你会觉得那种肉片有种恶心的感觉 可是这种薄薄的可以让我消除对那种过去不好的印象呢 好啦 那用这个沾满蛋汁的肉 这个是汁了 或是汁了 谢谢 这种肉片 然后有盐 这种味道 是 水 吃起来 好 汁 要加時間35分鐘 35分鐘喔 喔天啊各位 我們才加點一次時間就要到了耶 可是也沒辦法啦 因為我們今天有拍片 不然一般你們來吃的話 我覺得60分鐘點餐時間應該夠了吧 我們就先去吃飯 我們要吃點餐 好幾乎 我們要早上去吃飯 好幾乎 我們要先吃臂飯 我們要吃了 我們要吃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時候該給他下去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刚刚煮的豆皮还有木耳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诶 各位我们刚刚是不是光顾着吃了 我都忘记我们前面还有附一些小菜了 我刚刚因为太专心吃肉都忽略这些小菜了 好不好泡菜 他这记得是黄金泡菜耶 这个爽口泡菜带有美乃滋浓郁 再吃吃看木耳 哦 这木耳 酸酸甜甜的凉拌木耳 还有搭配它里面的僵尸 哦 这个好开胃哦 等等我们应该是可以把它拿去煮一煮 希望可以让它肉质好一点 那这个是受洗烧必点的萝卜片呢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好像一开始有煮了这个鸡肉 它就是跟着这些蔬菜一起被遗忘掉了 吃起来就跟我们好事多吃到鸡肉感觉就非常类似了 好啦 我们用这个蔬菜调整完了味蕾之后 我们继续酸肉吧 来吧 蛋汁沾起来 啊 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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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